那今天我帮你们八难 稍微给你们介绍一下 好不好啊 为什么叫八个难 实际上就是说 因为你不能闻到正法的地方 就是八个有这种难的人 不能闻到正法 佛法的正法 那么你想 你在地狱 你能闻到正法吗 到了地狱了 对不对 恶业所改 每个人都是 长时间的受苦 没有间断 在无间地狱里边受苦 你能闻到佛法吗 这是一难 二难 你在恶鬼道里边 饥寒交迫 受苦无量 你说你做这个恶鬼 你能闻到佛法吗 这是二难 三难 你投了一个畜生了 你说说看 虽然畜生的种类不一样 但是畜生就是经常被人家鞭打杀害 还有相互的 这个撕咬啊 受苦无穷 你说这种难 投在畜生道 你说它能不能 闻到佛法呀 很难吧 对不对 那么 畜生难 这个所以呢 在三恶道里边 受苦的基本上都没有办法听闻佛法 所以在三恶道当中 都是三种障碍 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到那种地方去 大家明白吧 要好好地修 那么接下去呢 讲第四难 第四难呢 肯定很多人就不懂 叫生在边地那 大家记住吗 这个边地是什么呢 北聚卢州 北聚卢州呢 这个地方呢 这种地方的人呢 实际上呢 寿命很长 他有一千岁 实际上他也是灵体世界了 不是我们肉体世界 物质生活非常的丰富 人要什么就有什么 也不会生病的 像这个地方呢 人不会 也不会过世 但是呢 生活是过得很滋润 贪图享受了 不受教化 没有人可以教育他们 他们根本没有出离心 所以他们不能听闻 佛法会修行 所以实际上 实际上他们在天上 在这种天界里面 也是非常难的 第五难叫 无想天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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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天的众生呢 寿命的节呢 是五百节 不声念想 如冰冻的鱼啦 冬眠的虫啦 等等 就是一个人啦 比方说冻起来了 或者一个动物 比方说冻了里边了 他冬眠的东西 他心思不会冻的 在这种天里边 你不能闻到佛法 你呢 长寿天 在长寿天里边 一直冬眠 时间很长 你要闻到佛法 也是非常非常的难 虽然寿命很长 但是非常活的 能难闻佛法 那么第六呢 叫 盲 阴 雅 盲 龙 阴 难 那个呢 不能雅 叫盲 龙 阴 盲 龙 阴 难 就是虽然得到人生了 已经是一个人了 但是呢 因为前世的业障深重 身体残缺 所以他们很多人呢 是盲人 或者耳聋的人 他们呢 就很难 能够遇到佛出世 而且很难听到佛法 所以过去法师 如果要出家 必须验生 就是说 如果有残疾的法师 他是没有资格出家的 因为 这个有残缺的人 很难生到天界 所以呢 就是说 虽然得人生了 因为有这些缺陷 会障碍他的 学佛 修行和文法 那么你们可能会问我 难道 有缺陷的 盲 龙 龙雅人 他们就不能 升天了吗 非也 他要比正常人 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拼命拼命地学 拼命拼命地 克服自己身上的缺点 好好的学 要大忏 每天要 礼佛大忏悔 他照样 也可以修成道 那个第七 叫 世智变充难 大家知道不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人 嘴巴很会讲 对不对呀 你比方说 我们去劝人家 你要吃素啊 吃什么素啊 佛祖心中留 这个 就肉穿长过 这种人 嘴巴会讲吧 我做善事 比你们修心还好 这种叫 世智变充 世智变什么 就是能够辩论 能够找出歪理 来跟人家讲的 他讲 他讲不过你 他找出一种歪理 来跟你讲 大家明白吗 就是这样 所以这种人呢 他不相信 出世间的正法 因为他不相信 以后人死了 还会有另外的世界出现 他们呢 实际上的六根呢 是巨足的 眼耳鼻舌声 意 六根都是巨足 智商呢 其实也很高 反应很敏捷 逻辑思维也很发达 能言善变 但是他们都是属于在世间的善变的 善变的那种范畴当中 因为他们的逻辑思维过强 他们会产生分别心过重 你去看 很多人逻辑思维很强的人 他的分别心很重 他们对世间 出世间的佛法 他们没有特别的感觉 他们不相信 他们怀疑心很重 就像现在很多人 他觉得他学了很多 什么都懂 人间的东西他都懂 他不相信 他很难具备宗教信仰 所以他们就是靠嘴巴 不停地在狡辩 在讲道理 好像是我讲了一套又一套 实际上这些都是 不一定是真正的正性正念的佛法 就像很多人都会狡辩的 对不对 你比方说一件事情发生了 很多人同样的 比方说做一件事情 很多人就可以说 这件事情 我如果把它作为好的来讲也可以 我把它作为不好的来讲也可以 人家出车祸了 他说好啊 你没撞死 你还活着 你当然不撞 那是最好的 就像我们学博人一样 到了晚年 修行修到最后 你说受苦好还是不受苦好 我有弟子问我 在这个时间上 他经常问师父 他说 那人到底是有苦难了 修行好 还是没苦难修行好 我想问问你们看 如果一个法师从小生在山上 没有碰到任何的苦和难 一门精进好好在山上修行 你说他成佛的几率大概率大 还是我们在人间五欲六成当中 虽然我们通过很多的苦难 我们明白了很多道理 你说哪一个人更容易上天 对不对啊 一个干净的物品 没有受过污染 是一张白纸 受过污染的擦干净 再怎么擦 它也是有业的 所以 这个《阿弥陀经》里面讲到 带业往生 并不是说带的新业往生 而是说的是带的旧业 也就是说你曾经做过坏事 曾经在上辈子做过的坏事 但是我在今世 我没有重新做 但是在你的八十天中 照样留下了这个业障 然而我这一辈子 好好地修行 好好地念经 礼佛大忏悔文 我最后走的时候 我能上去 但是你有没有业 有的 因为是过去身中带来的 虽然我没有重新 再去造新业 但是这个旧业 你还会带上去 进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后 七宝池 八宫德水里面 一洗 你这些旧业 很快就洗干净 消掉了 所以带业 不是说你带的新业上去 而是说你带的旧业 可以消掉 大家明白吗 那么第八 生在佛前 佛后难 难 什么呢 就是业重元宝啊 对不对啊 你看 我想问问你们 我们现在是生在佛前 还是佛后啊 佛后啊 对不对啊 佛陀涅盘了 两千五百年了 我们才生出来 我们才闻到佛法啊 你说我们是不是有业障啊 我们是不是跟佛的缘分 还是比较淡啊 对不对啊 所以呢 生在佛前 生在佛后 就是没有生在佛出世的那个年代 我们现在呢 属于佛后 释迦牟尼佛灭渡之后 因为还好 我们现在还在佛陀的 啊 正法时期 相法时期 现在是末法时期 所以我们还在这个时期当中 我们还有佛的遗教在 所以 这个 末法 一万年过去之后 没有佛经 没有佛法的存在 那个时候会更苦 所以 一切都会灭渡 所以我们今天 能够闻到佛法 我们就是幸运的人 我们今天 能够跟着佛陀 好好地学佛修心 我们就是 人间最幸运的人 希望你们抓住 好好地佛缘 好好地度人 修心 改变自己 能够明理 能够开智慧 记住了真正的涅槃 那就叫人间的明星见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